只要你被立法院的多數 認為你藐視國會 你就會被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週五立法院院會逐條發言 民進黨立委賴瑞蓉強調 若按照藍白國會擴權法案版本 藐視國會最重可判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 但才剛講完 坐在後方的黃國昌立刻反嗆 黃國昌不僅當下直播 氣到嘴角抽動 事隔一天還在臉書PO文 批評賴瑞蓉公然說謊 再修正動議就是取代修正動議 嗆賴清德民進黨立委水準就這樣嗎 但賴瑞蓉不只直接留言踢管 臉書也PO出藍白一開始修正動議文件 上頭確實寫著有藐視國會情況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賴瑞蓉更反嗆 之所以有落差 就是因為藍白直到表決當下 才讓外界知道內容違和 這個就是黃國昌所索明的 黃國昌所提出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藍白多數的這些修正案 全部都被黃國昌立為最高機密 幾乎都保密到最後階段 才讓立法院能夠取得 不只兩人爭執不休 就連藍尾吳宗憲 牽錢在國際記者會上 被官員問到反質詢明確定義 第一時間吳宗憲稱立法後 才報告引發爭議 事後雖然道歉 但吳宗憲卻是這樣說 藍白國會擴權法案 28號就可能完成三讀 連最基本的反質詢第一是什麼 來尾自己也說不清 怎麼讓人民幸福